混沖美国制的富乐快筛事迹 借此谋取暴力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指出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早在今年3月初 就公开示警有大陆假货冲斥 国民党高市议员李亚靖就质疑 大新资讯从获得食料署的核准专案书台 到在高市得标 前后只花了8天时间 究竟是大新资讯未卜先知 或是这个采购标案为大新资讯量身打造